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场比赛 尽管刘诗文拼尽了全力 但是 最终还是以5比11 5比11和9比11的三局比分 一局比赛都没有拿下来 大比分0比3 不敌小魔王孙颖莎 遗憾落败 在比赛结束后 刘诗文接受了相关媒体的现场采访 采访的时候 刘诗文眼眶红了 看得出来 刘诗文对于这场比赛的失利也是显得心有不甘 谈到不敌孙颖莎的原因 刘诗文深深叹了一口气 刘诗文表示 我觉得今天主要还是前面两局状态不是特别好 然后整个衔接的速度有点跟不上 尽管在第三局稍微好一点 但是在一些关键球上把握得不太好 从整个局面上来看 我下风一点 刘诗文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 忍不住苦笑了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 在谈到从本场比赛有什么经验教训 刘诗文表示 我感觉这场比赛 我的整体状态不太好 整个人有点慢 我觉得这个还需要回去以后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在今后 碰见孙颖莎这样实力比较强 质量比较高的对手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把前三板的质量和速度要再提高上去 控制的更好一些 从刘诗文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位拼谈老将 对本场比赛确实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比赛中的不足之处 不少网友和粉丝在知道刘诗文接受相关媒体采访的消息后 都纷纷点赞和留言 老将刘诗文真的很不容易 能参加比赛就不简单 我们支持你 刘诗文好样的 失败不可怕 下次加油 刘诗文我们永远支持你 在此 我们也祝刘诗文在以后的比赛和生活中一切顺利 心想事成 最后 感谢大家的收听 收看 谢谢大家